以往我们会认为说就是要瘦比较好 那现在的观念大家开始有一些改变 会希望说可以看到身体的线条 比方说人鱼线啊 马甲线啊 蜜桃臀这一类的 然后我们会建议体脂率啊不要太高 那男性跟女生还是会有差异 尽量可以控制在15到20 那当然女生的话可以再高一点 这样比较容易看到线条 那当然肌肉量越高的话 线条是会越明显 没错 现在有一个疗程它称为AMSCOP 那它可以在30分钟之内 让你的肌肉锻炼两万次左右 那这个治疗就可以同时增加肌肉 然后又可以减少脂肪 如果说配合上均衡的饮食 然后跟规律的运动 当然效果就会更明显 AMSCOP它的疗程的效果就在于 可以增加肌肉又减少脂肪嘛 所以很适合一些比方说上班族啊 他可能想要懒人运动又想要有线条的 或者是长后的妇女可能肌肉会比较没有力气 然后站起来会比较呈现荼毒的状态 那另外或者是已经有在健身的人 然后他希望他的线条可以更有效率的产生更明显的效果 或者是说年老的人 因为老年人开始肌肉量也是会一直不断的减少 那透过这样也可以强化他们的一些肌肉群 AMSCOP它是利用一个叫做HIFEM的技术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高磁能的能量 然后去刺激你的肌肉收作 研究是有发现说在治疗每周两次 然后连续持续两周 就等于四次的疗程之后 研究的结果是增加16%的肌肉量 那减少19%的脂肪 搭配均衡的饮食跟规律的运动 他们发现这样子的效果 一般可以维持6到12个月 像我自己做养卧起座的时候 做了大概20几下 很有可能就会做不下去 可是做ANSCOP的时候又很像是 就是它让我被动是做了好几万次的那个养卧起座 做完的感觉啊 那个肌肉缩缩的感觉非常有感 平均而言过了30岁以后 我们每年就会以1%的速度 在流失我们的肌肉 那如果说肌肉一直不断的流失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可能包括就是核心肌群比较不稳定 那就会站姿就看起来 比较弯腰驼背啊 或是肚子会吐出来 那另外就是年长者的话 他们如果肌肉流失的话 就可能会发生骨质疏松啊 或者是容易跌倒啊 平衡不好之类的问题 另外肌肉所需要的燃烧的热量 比较高嘛 那所以肌肉量变少的时候 它慢慢就会容易变成脂肪 会容易腿积 然后会比较容易发胖 当然就会比较容易有三高的风险 一般人长者他们比较常过的运动 可能会是跳舞啊 或是太极啊 这些轻有氧的运动 那如果他们希望可以锻炼肌群的话 还是需要一些有阻抗性的 那AMPSCAL的疗程比较特别就是 它不太容易有运动伤害 那也不会有侵入性 那也没有什么恢复期 AMPSCAL这样的疗程呢 就可以让长者在比较轻松 然后又有效率的方式下 产生肌肉的锻炼